香港反送中运动已延烧三个月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投书纽约时报 以香港有未来为题 表示自己将从首次社区对话中得到建设性的建议 将能转化为具体行动 中央社报导致林郑表示 香港社会出现创伤需要时间愈合 但她仍希望以对话战胜对抗 透过政府的行动措施 让社会恢复平静并重建信任 她同时表示警方长期以来 一直为此类集会提供便利 如今抗议的频繁程度是1997年的10倍 从6月至9月中旬 80%以上的游行和集会请求得到了批准 不过有许多网友留言质疑 林郑这篇投书只字未提警察暴力 也没有约束警察的意愿 而尽管林郑表示 自己将在社区对话中做一名聆听者 建设一个更包容且更公平的香港 但仍有网友吐槽 林郑在2014年邀请5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参加对话 但其中有4人却被控犯罪或入狱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晚7点举办首场社区对话 地点选在湾仔伊丽莎伯体育馆 自由时报引述港媒报导指下午已有大批港警到场布防 另已运送大批镇报装备包含催泪弹 胡椒水弹药盾牌等至现场 体育馆附近也进行严格的交通管制 对此香港网友纷纷在新闻底下留言 希望参与的150位民众平安回家 也有人质疑150位民众的真实性 报导指香港马会为顾及安全 已宣布附近三间投注站暂停服务 也有学生在湾仔区内组成人链重申五大诉求 并在林郑月娥专车可能经过的皇后大道冬天桥上 挂上写有良知二字的横幅布条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28日 在政府总部天马公园举行的雨伞运动五周年集会 获得了不反对通知书 港媒报导928集会主题为 反抗权威迎接黎明 将于28日晚上7时至9时在天马公园举行 林郑召集人陈子杰先前指出 举办928集会的目的是提醒香港市民 香港的民主运动是一部连续剧 五年前的雨伞运动我觉得启蒙了香港人 今天这场运动其实一承接着 之前的雨伞运动发展出来 他一直即会提醒政府两场运动核心问题 是当特首非普选出来 由此诞生的特首抗听民意 令政治运动越滚越大 一旦香港没有真正的普选 政治运动只会接连不断 英国主要芯片设计商安谋明确地表示 华为和华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思半导体 是安谋的长期合作伙伴 后续的芯片架构都可以授权给华为海思 综合联合早报与科技新报的报导 安谋25日在中国深圳举行记者会 表示与华为之间的合作将继续 无论目前的V8架构还是后续架构 在合理范围内都可向包含华为等中国客户继续授权 安谋全球负责芯片授权的IP产品事业群总裁哈斯表示 针对华为5月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名单后 公司已有明确的结论 无论是目前的V8架构还是后续新的芯片架构 都是基于英国技术开发 不会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 安谋中国市场部负责人梁全表示 安谋从未中断供应华为 安谋对华为至关重要 若不能使用安谋架构将给华为带来极大研发压力 报导指这是继高通之后 近日又一家外国企业宣布将与华为继续合作 日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表示 华为愿意将5G的技术和公益 向国外企业进行许可 而且是一次性买断 并非每年缴纳年度许可费 根据新京报任正非在今天 与两位全球顶级AI专家进行咖啡对谈时 表示5G不是授权给所有的西方公司 而是一家美国公司 原始程式码测控交付生产经验 甚至包含芯片设计也可以授权 此外据亨网报导指 任正非还在对谈中谈及 5G是一个小儿科的事情 未来最大的产业是人工智慧 而华为也已经在发展6G技术 他同时表示 华为不会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 美国公司要是供应零组件 华为一定会买 他也希望和欧洲、日本、韩国、美国在一个起跑点上 竞争对手是鞭策 能促使华为更进步 所以他不担心开放 他也有信心华为能跑赢 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 早前主动投案的全国人大原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 严正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中纪委列出的罪状包含 秦光荣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做两面人 公开发表与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相违背的言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在组织寒寻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大肆收受礼品礼金 违规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转让 特权思想严重 生活腐化堕落 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毫无计法意识大搞全钱交易 通报中还指出秦光荣在十八大后人不收敛 不收手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秦光荣开除党籍处分 此前秦光荣因设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 被媒体称为带头大哥 报导指秦光荣是中纪委发布的 第一个主动投案的原审部级一把手 不仅如此 5月时也有消息传出秦光荣的儿子秦领 原为华荣系公司高管 数月前已被带走接受调查 秦光荣于2014年10月卸任云南省委书记一职 卸任前其前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 也遭调查后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据悉秦光荣任省委书记时的省委常委班子 已经有多人落马或被断崖式降级 英国媒体监管机构通讯管理局日前宣布 将对中国官媒央视旗下国际电视台CGTN 在8、9月有关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的报道 展开四项新的调查 以了解CGTN是否违反公正报道的守则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指出 英国通讯管理局今年5月已就CGTN 在英国播放了英国公民韩飞龙 以及铜锣湾书店事件中的贵明海与林荣基等人 被迫认罪画面 针对隐私公平性等问题 对CGTN展开四项调查 如今再加上新增的四项 CGTN如今面临英国通讯管理局总共八项调查 据悉英国当局有权针对违规单位处以罚款 最严重可吊销执照 而该局发言人也证实 这是在局方内部例行监管后决定展开的调查 恒生银行今天发布公告称 公司已完成进入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的各项准备工作 成为中国首家进入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外资银行 据环球老虎财经报道 恒生中国自此可同时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参与债券献券的竞价交易 交易品种包含利率债金融债公开发行的企业债等 作为首批外资法人银行之一 恒生中国在累积了十多年银行间债券交易经验的基础上 又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报道也指虽然进入银行范围开放 但实际操作中的限制约束性条款仍然存在 银行不能参与回购交易 只能参与献券的买卖 交易方式只能参与竞价交易 不能参与匿名错合或协商的交易 有市场人士表示 实际上交易所债券市场更多的还是协商错合交易 这类交易大约占了80% 只有20%是献券竞价交易 所以这类限制性的因素能否提升市场的活跃度可能还有待商榷 中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战冲击下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中国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专家陈曼江 在一场演讲中提及他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表示中国面临内外冲击 2020年的经济压力会比今年更大 经济增长率可能跌破6%开启五字头时代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陈曼江认为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预估明年的投资和出口表现都不会太好 中美贸易谈判就算能达成短期协议 但人面临美国选举等不确定性因素 市场要有中美经贸长期进行博弈的准备 而目前政府的财政支出正处于银吃卯粮的状况 目前基本已用完全年额度 明年一定会增加财政预算赤字率 陈曼江认为三驾马车中较为乐观的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但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支撑 政府仍有许多改革空间 他指出未来五年应该都能还有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在去年爆发企业违约潮 今年7月以144亿元人民币再按人民币债券违约创下4个月新高 自由时报引述蓬勃报导 指这样下去到2020年恐怕会换成离岸的美元债券出现违约潮 债务将高达89亿美元 之后更可能引起恶性的雪球效应 据悉中国有几家公司会面临最大的麻烦 如易达中国控股 天津物产集团 北大方正集团 泛海控股发行的美元公司债中 近40%于明年到期 有分析指出 中国高值利率公司债的违约风险往往比国外企业高 一部分原因是到期日较短 仅约2.5年 此外这些债券几乎都是在2017年 全球景气同步扩张的甜蜜点发行的 利用了当时优异的融资条件 但优异条件失去之后 他们都缺乏强大的基本面 韩国与美国国防高层26日 在首尔国防部举行 韩美联合国防协商机制第16次会议 商讨双边军事合作议题 韩联社报导指会议内容据悉 包含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方案 扩大韩美同盟关系等议题 同时也会就韩美防卫费用分摊 特别协定交换意见 而两国代表在此项目 有比较大的意见分歧 报导指双方还可能就一些 敏感议题进行讨论 例如联合国军司令部只能增强 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 美军基地提前返还等 先前有消息传出 韩国政府决定废除 韩日军事情报机密保护协定 导致韩国与美国的矛盾 致意激化 日前清瓦台也曾向美国要求提前返还 26处驻韩美军基地 相关报导指首尔龙山基地返还程序 于今年内启动 韩国三星集团家族长女李富珍 2014年与结婚15年的丈夫任幼仔 肃请离婚 官司一直缠送至今 自由时报引述韩联社报导 首尔高院26日判决两人解除婚姻关系 并决议将财产分割比率从15%变更为20% 金额为141亿韩元 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则都归李富珍 任幼仔获得每月两次探视权 李富珍的律师表示 判决结果在预料之中 感谢法院在离婚 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方面维持一审判决 任幼仔的律师则对判决结果深表遗憾 对判决结果部分不符 收到判决书后会决定是否上诉 ashi 시喷绑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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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